各位小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刚刚工作完回来 然后呢我想着带着妆的时候情况下 给大家录一个毫无分享 因为我最近也用到了一些比较好用的东西 然后呢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眼膜 这个眼膜我上次已经在图文里面 给大家先介绍过了 它这个是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用的 为什么呢 首先它里面是有黄金 它呢就是这种 你可以看就是这种亮亮的 这种黄金呢 它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紧致 然后呢就是有一种提升提拉的那些效果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它里面还有玻尿酸 然后透明脂酸 这个就是可以让 就是眼睛周围可以补水 因为其实我们就上个妆 比如说眼睛周围上那种遮瑕啊 你多了 或者说你每天都要在这定粉什么 你会容易很干 然后像我拍摄的时候就这种困扰 然后呢 诶我那天用了一下 我就会觉得第二天上妆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会让我觉得上妆非常的顺滑 这个不单单是你前期的保湿效果啊 然后那妆前打底做的好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些 比较补水的眼膜 再有一个呢 我那天还说了 它里面是含有咖啡因的 我基本上买眼膜 都会要看一下它有没有咖啡因 因为那个咖啡因呢是可以消肿 因为就早上吧 起来你如果要做眼膜的话 那其实是除了为了可以让你的眼睛 就是有一个补水效果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它可以消肿 那我觉得它的消肿能力还是很好的 因为我经常 就比如说前天拍了枯戏 或者说喝了很多水 我是这一块 连戴着我的眼袋都会 泡泡的种种的那种 但是它这个就会让我觉得 它的这个消肿能力还是很强 然后再有一个呢 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质地 它这个质地非常奇怪 我们应该用过的所有的眼膜 都是那种滴滴答答的 精华液很多 但是它不是 其实呢 有时候不要小看这种精华液 感觉很少的 我上次推荐面膜的时候 我也说了 不要证明 就是你肉眼可见的精华液很多 就说明是好用的 这不是 其实是要你的这个膜布里面 它能渗透到你的那个精华里 那你贴上 贴上去之后 它才会有那个效果 而且我觉得我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当我把那个眼膜拿下来的时候 我这一片会觉得摸上去就是 像紧紧的 就好像真的有那种 紧致效果一样 所以我特别喜欢用这个眼膜 我已经又在回购的路上了 这个呢 它是那个抗皱紧致精华 眼霜 这个眼霜呢 我觉得好用的一个地方是 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肾态 肾态这个呢 其实就是用来抗皱啊 这种东西 然后呢 这个是属于高浓度 肾态的一个眼霜 那对于我们现在 比如说 虽然我们就是还没有到 就老是会觉得说 啊我是不是得到了30岁以后啊 40岁以后再用那个 那是真的来不及了 那是真的真的来不及了 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前 就要预防那些皱纹啊眼纹 眼纹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难去掉的 第一 上妆后不搓你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你说你化妆之前 你能不涂眼霜吗 但你涂眼霜 你就得涂一个不搓你的 不然你就遮瑕呀 定妆呀 你七八八的 化妆品挺贵的 那你就浪费了 对不对 所以呢这种不搓你的 我真的非常推荐 然后呢还有一个 就是第二点 它是有多种生态 有二生态 八生态 六生态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它这样挤出来之后啊 就你一开始会认为 觉得说特别像那种 硅质的妆前乳 但你多涂一涂 它就会变得很清爽 然后它好像有一种 从硅质变成了乳液之地的那种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涂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这一块是紧绷绷感 就很有紧致感 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 就是它的原因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这种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这种问题 就会有什么事情 就是这种问题